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鱼钩的这个紫线啊 怎么和这个主线绑在一起啊 然后这个是鱼钩 这个是一个6米3的一个主线的线组啊 看一下 这边有铅皮 太空洞啥的 还有这个扶票座 然后主线的最底端啊 是有一个八字环啊 就这个 就这个叫八字环 它有两个环 上边一端是连接咱们这个钓鱼的这个主线 然后下边这一端就连接咱们这个鱼钩的个紫线 紫线就是说 一端连接鱼钩 另外一端就连接这个八字环的另外一端 那么咱们给它给弄上啊 首先咱们把这个鱼钩 就是这样弄成一个靠上一点 一个靠下一点啊 然后上边是一个就是这种 折叠这种形式 然后折叠好了以后 就这样穿过这个八字环 咱们把它穿进去 咱们把它穿进去 然后我绕一圈 再把这个鱼钩穿过来 然后你这样一拉就可以了啊 哎 这样这个鱼钩的这个紫线 就通过这个八字环啊 就通过这个八字环和这个鱼钩这个主线连接到一起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啊 它这个鱼钩啊 它这个鱼钩这个紫线和这个八字环 和这个主线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就是八字环连接的啊 然后紫线和主线都连接在这个八字环啊 这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这个鱼钩的紫线 怎么和这个鱼钩这个主线连接液一起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下方留言啊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点关注啊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